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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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高斌师傅吗 对呀 对呀 你们这样一人一句 取笑完了没有啊 没事别扯到我身上来 不要再说了 我们要考虑到高斌师傅的心情啊 这群人真的很爱嚼舌根啊 看来只要能够除掉朱棣 其他人根本就不足为惧啊 那个高斌父号 您又从我们黄衣口中听到有关于西爸的事情吗 老大我也是来到女儿国才跟沙楼重逢的 而且我一到这儿就很忙 我哪有时间听他说 我们分开后的这几年来 他到底发生了哪些事啊 拜托拜托 过去的风流照 哪有可能说出来啊 对呀 就算有啊 有的时候没有 对对对 我知道了 那个西爸 说不定是三位公主其中的一个父后 对耶 我怎么没想到啊 说这些乱七八糟的 你这颗脑袋啊 最灵魂啊 干了 来来来 就是这里 大家都在啊 大家好 大家好 老板娘 你来这里做什么 天王爹 因为娘说他不放心 一定要来 所以我更合理就陪他来了 什么 你刚才叫他爹 对啊 哎 哎 刘 奇怪怎么流鼻水 嗯 哎 不是 天王兄啊 我看不出来 你这么年轻 孩子就这么大了 哎呦 又一件风流的事情被揭穿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看我作识吗 哎 这件事不是你们想的这样 就说来话长 我就 这个啊 我听你解释好了 哎呦 哎呦 阿里 你要叫天王哥为爹 我是没有意见了 但是我拜托你 不要破坏我的行情 叫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 嗯 乖 老板娘 那你请坐 哎呦 怎么这么说啊 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的 算起来 我也是这里的女主人啊 哎呦 大家坐 大家坐 合理 干嘛照顾大家坐呀 好好好 哎呦 大家请坐吧 阿里 自己坐啊 随便坐啊 随便坐啊 大家坐 大家坐啊 别客气 好 谢谢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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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你来刑馆 到底是要做什么 你快说 哦 好好好 我来这里 当然是要看 我那个新的未婚夫朱棣 到底怎么样了 啊 什么 你的新的未婚夫 天呐 四皇子什么时候 变成你的未婚夫了 哈哈哈 没多久之前的事啊 哈哈哈 这样啊 哈哈哈 老板娘 哎呦 哎呦 你过去一点 天网哥你给我来 嗯 来来来 哎呦 哎呦 你真是爱说笑哎 我是想啊 我这个新的未婚夫啊 万一 他又是发生什么不幸的话 我这个未婚人 当然要来看看 他留了多少财产给我啊 哎哎 老板娘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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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较会算账 你帮我算算开 除了银子之外 我是喜欢几百万两的银子了 可是除了银子之外呢 珍珠玛瑙玉佩金子 这些东西你都要替我算清楚 又是漏算了 我怎么养这两个啊 对不对 我来算算看啊 替我算一下 嗯 这里很清静 我们就在这里说吧 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 沙罗 你看 想不到 这柴项链 你还一直留在身边 我当然还留着 因为 他对我有特别的意义 我永远忘不了 我们相遇的那天 那年夏天 我从山里採草药回来 正巧遇到大人 我跑到百花亭里避雨 没想到 竟然在花亭里遇见了 过去我们虽然毫不消失 但是 但是 却从相遇教会的眼神里 我看到了一份 熟悉的眼神 当时 我在心里 告诉我自己 莫非 莫非 这就是浅世的缘分 那一夜 我不让你走 因为上天 让我遇见你 你是我的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第二天 我要出去办点事 舍不得叫醒你 我把你贴身的项链 当成是你 待在身边 没想到 那天我办完事情 回去的时候 发现你已经不告而别 我只好留着这一串项链 赌物思人 一直对你念念不忘 我心里 一次又一次地问你 你为什么要走 我走 是因为我有不得已的理由 什么理由 我的身份 你的身份 当时我没有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 其实 其实我是女儿国的女王 杀了吗 明明 没错 那天会和你与中相遇 是因为我的心情不好 我一个人离开女儿国出来散行 没想到竟然在花亭认识了你 第二天当我醒来后发现你不在 我想起我不能沉迷于儿女私情 我必须回去 负起我对国家的重责大任 所以我就悄悄离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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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就让我解释一下 一般人呢 寿命已尽 他如果断了气 就无法再活回来了 不过四皇子 他只是中毒 天王 要如何医治四皇子 你心里可有个底啊 这很简单 只要以白兰草为药义 就能将四皇子给救回来了 东坡山上的白兰草 你们这些人 休想让朱棣再继续活命 沙罗 我要问你 你当时真的就这么走了 难道对我一点留恋也没有吗 喜爸 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 可是 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 为什么 因为 当时我的心里 已经有了另外一个男人 我不相信 不然 你不会愿意跟我 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都是我不好 那天 我确实是因为心情不好 所以才会那么 那么冲动 更何况 我是女儿国的女王 就算我能接受你 你会愿意跟我回去 当女儿国的王妃吗 这 可是不管怎么说 我对你是真心的 否则 我不会还留着 这传项链到现在 而你呢 就这么一声不响地走了 你把我们的那一碗 当成了什么 你不要再说了 杀了我 喜爸 你不要再说了 我只能说 我们的相识 是一场错误 可是 虽然是一场错误 我还是要告诉你 这么多年来 我并没有忘记你 我经常想起你 想起那个当时 我来不及 跟他说再见的年轻人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这么多年来 我对你的感情 受得回来吗 喜爸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很想补偿你 可是现在 我们都上了年纪了 孩子也都大了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我 答应我 就把我们两人的 这段情愿 当成一个秘密 永远藏在我们的心里 好不好 对了 我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什么事情 那天在客栈 你有没有捡到一只玉笛 玉笛 什么玉笛 那只玉笛 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托我保管的 但是却不见了 我左思右想 应该是我出去赛星的时候 遗失的 你真的没有看到吗 喜爸 喜爸 你到底有没有捡到那只玉笛 我根本没有看到什么玉笛 沙罗 我们 回去吧 我们已经戴毒谈话很久了 大家一定都在等我们 学院长 你有事找我啊 我 我最近 应该 没有再做错什么事了吧 牧师教训 你最近的发誓我 是不是失去了控制 你 你 你怎么知道 不过 还好啦 我 我想那个情形 应该不是很严重了 教习 亲子已经有人 受到你幻梦随心的影响 都快被你弄疯了 你觉得这样还不算严重吗 已经有人受到波及了 可是 我已经很小心了 那 那个人现在的情形怎么样啊 他一直做梦 已经快要发疯了 一直做梦 怎么可能这么严重啊 试试试 听你解释 这 让我想想啊 会不会是我从东勇教习长那里 拿走的那样东西有问题啊 七八长老 七八长老 沙罗 你回来了 黄姨 你们总算说完了 我们刚才还在想啊 你们两个事 什么事了 这个事情我们在后面说 不用在这里说出来了 你真的很不会看状况嘛 各位 趁现在 七八长老和教习长都在 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 四皇子 并没死 什么 最了解我的人没有死 真的假的 黄飘嫂没有死 不过她不是断气了吗 是啊 对啊对啊对啊 天网哥 我请问一下 没气了还能活 真让我解释一下 一般人呢寿命已尽 他如果断了气 就无法再活回来了 不过四皇子 他只是中毒 他的情形看起来好像是断了气 但是幸亏 高兵师父在围急的时候 保住了四皇子的真缘 所以四皇子 没死还有得救 是这样啊 爹 你好厉害啊 知道好多事情 原来是这样 真是太好了 果然是好人有好报 这次您唱得真好啊 谢天谢地啊 我的知己 总算又有机会活回来了 我相信我跟他的缘分 不可能会这么切 天网 要如何医治四皇子 你心里可有个底啊 这很简单 只要以白兰草为妖影 就能将四皇子救回来了 哎呀 要白兰草啊 嗯 这还不简单 我们东坡山上啊 有一大片哪 不过 这白兰草不能入药 也不能驱虫 所以我们这里的人 都没人要采 想不到 竟然可以用来回魂 这附近就有了 这样就也好了 快快快 大家把东西啊准备一下 我们现在马上去采 我只能在那里玩 我来带路 哈利 那就麻烦你了 哎呦 天网哥 你干嘛这样啊 我们跟四皇子是一家人 哪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呢 人活着总是比死得好 哎呦 我又看到我的金山银山 在跟我招手了 真好 真好 哼 原来朱棣并没有死 看来我得重新布局才行 东坡山上的白兰草 哼 你们这些人 休想让朱棣再继续活命 这是年兽的声音 我们快走 什么 年兽 年兽啊 真的有年兽啊 别问那么多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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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人的爱 中中黑分 看你去 面围是友 中主啊 回头银铐花 回头银铐花 回前途回中铭下 大哥 你现在说的这是什么话啊 是没有朱宇照顾我 你就放心了 你放心什么 换你来这里背这宝宝看 大哥 你实在可没良心 大哥 你现在相信谁啊 相信他还是相信我 大哥 大哥 怎么没回应啊 你要死了你 一定是 你把纸盒给烧了 好 算了 我就不相信啊 这条绳子 能把我绑多久 你不肯帮我 没关系 我自己想办法 以前那个法术 我还想想看啊 摸到了摸到了 接 摸到了摸到了 开 摸到了摸到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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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该怎么念了 这么久了都忘光了 哎呀 哎呀 摸到了摸到了 摸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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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算了吧 哎呀 哼 这不是我的专长 我还有一招最厉害的 是你 韵 madre 你有 talent definitiv 's a trip 整间客栈怎么半个人都没有 发生了什么事啊 绑票啊 救命啊 是娘 是我听错了吗 黑店啊 救命啊 是娘的声音 娘 救命啊 想到了 在 在这里 不过 我 母子教习 你最近的发生 是不是失去了控制 你 你怎么知道啊 不过 还好啦 我 我想那个情形应该 不是很严重了 教习 现在已经有人 受到你幻梦随心的影响 都快被弄疯了 你觉得 这样还不算严重吗 难道 真的是这个水晶石吗 自从土招墓离开了学院之后 垃圾也没人清理了 自己整理太麻烦了 又发生好了 又发生好了 摸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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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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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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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实在好帅啊 男人就应该像这个样子 母子教习 母子教习 哎 教习长 嗯 你的法术怎么老是出错啊 玉物术从变成痰飞术了 对不起了 一时记错了 哎 你是当教习的 我给你勇工一点 以后怎么教学上啊 是 我会改进的 嗯 哼 东勇教习长 实在上 好帅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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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就要像东勇教习长这样 这么有个性 你死人了 好有男人为的指振啊 这个毛病 你死人了 还有 糟了糟了 消息长回来了 他如果知道我闯进来 他一定会信死 轰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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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差点漏了一个 就这样了 杜勇教习长千万过的神经啊 你死人了 你死人了 要是都有教习长 能把这个水晶送给我 不过 那个有多好 可是 他一定不会这么做 因为 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有一个这么纯情的姑娘 在偷偷偷喜欢着他 哼 不过 这里水晶这么多颗 哪一颗 他应该不会知道的了 嗯 嗯 嗯 啊 啊 难道 难道 真的是这么小小一颗水晶石 让我幻梦随心 让我幻梦随心失控吗 哎 哎 还是把它交给学院长 比较妥当 嗯 可是 这是教习长的东西 而且 哦 他还亲吻过耶 啊 真的很舍不得啦 哎 哎 哎 嗯 怎么办啊 啊 牧师驾行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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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驾行 牧师驾行 你想到了没有 想到什么啊 雅福教习是指 关于幻梦随心失控的事 哦 那件事啊 哈哈哈哈 嗯 没有 我什么都没想到 抱歉啦 牧师驾行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如果你知道什么 一定要说出来 让大家想办法一起解决 哎 我都说我没想到了 怎么样 你不相信我啊 树贞不敢 要扶教习 我们走吧 好吧 啊 但是 这件事情还没有 哎 哎哎哎 啊 素贞都说 就这样走了嘛 你就走嘛 反正我想起来了 我一定会通知你们呢 哎哟 走了走了走了 你們快快走了 啊 牧师驾行 你在找什么 啊 没有 没有 我没有在找什么 啊 是这样吗 嗯得了嗯得了 谢你 牧师驾行 那是什么 哈哈哈哈 你在说什么笑话 如果还给他 我要如何控制那只焦脸 哦 弥陀佛 佛足为你今 不变了 哼 你啊 别白费心机了 这只焦脸啊 是仙界的生物 且能任你所谓控制 你啊还是快点放弃吧 没错 把兵营地点还给我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能耐啊 将它拿回去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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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驾行 你在找什么 没有 没有 我没有在找什么啊 是这样吗 嗯得了嗯得了 谢你 牧师驾行 那是什么 嗯 真不好意思啊 这个被你们发现了 这 嗯 只是一个我回忆的纪念品而已了 我一直藏着 只是不希望被别人发现而已 纪念品 嗯 不愿意被别人发现 来来来 这边这边啊 好好好 这边这边 好好好 这边这边这边 这边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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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还到了 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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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 你不是说 一下就到了 怎么还没到啊 对啊 哎 老板娘啊 你不是说就在附近 怎么到现在 还没到啊 哈哈 已经到了 可是我想啊 你看 离山顶 还有一点点的路程而已啊 啊 所以我们再走一段就到了 那边比较多 踩多一点比较有效 哈哈 哈哈 你们两个的感情 什么时候变这么好了 啊 连脚步都踏得一模一样 哈哈哈哈 我怎么可能跟那软脚侠一样 看我的 哈哈 哈哈 我刚才是让你的 谁要跟你这个没起头的一样 嗯 看我的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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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深山呢 你们对路况又不熟 哎呦很危险呢 哎呦没关系 年轻人有精神还是好事 这两个真是一对活宝 哈哈哈哈 不知道是怎么了 看到他们两个人 让我想到秦李和苏娜 天王你是对吗 嗯 我记得以前他们两个人也是这样吵吵闹闹 想不到越巧感情越好 哈哈 说到苏娜 不知道谈风谈雪和他在女儿国好不好 老娜我相信他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你呀就别操心了 啊 对了听我 既然老板娘说这里就是东山波了 那就应该看得到我们要找的百兰草了 到底是哪一种啊 哇 来 就是这个 啊 这个啊 嗯 这种植物我常常在路边看到啊 竟然会有回魂的作用真是想不到啊 这种草虽然到处都有 不过如果要有回魂的作用 数量要很大才能够当药营 如果要收集那么多的数量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说天王啊 这样的话到底要多大的量 多大的数目 你应该稍微跟我们说一下吧 至少要三辆牛车这么多 啊 那么多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分头去踩会比较快啊 我也是这么想 天王哥 这样吧 虽然这里有 但是那边呢还有一大片 不然这样吧 我现在去找河里跟秦里俊爷 我们那边分一组去踩 你们呢再自己分组 摘完之后呢 等一下再回来这里集合就好了啊 我先走了 来来来 我带你们去 我们去那边找河开 走 救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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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人 艾莉 艾莉 你终于来了 我喊得嗓子都又哑了 娘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谁把你绑在这里的 不要问了 赶快帮我解开来 好多理 不提多理 姐 自由了 自由了 娘 没事了 我们快点回家 我才不要回去 我不要回到那个没有人情味的家 还有 更不想见到那个没有良心的男人 没有良心的男人 是谁啊 海味 当然是我哥哥 你的舅舅 知道我被人家绑在这里 哼 还见死不救啊 哼 我才不稀罕回到那种破房子 哎 娘 你要去哪里啊 要去哪里 找那个啊 自以为自己很美的女人 其实啊 已经很老很老的女人 是谁啊 是谁 就是那个猪雨啊 我告诉你 这次啊 我要去面好好教训她 老娘我呀 就去跳海了 不对 这次不跳了 这次啊 在原地跳山下就好了 娘 你现在出去根本就没有用啊 为什么没用啊 娘 现在客栈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什么猪雨阿姨 河里阿里 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你说 现在都没有人在 嗯 哈哈哈哈 太好了太好了 哎 娘 你到底要去哪里啊 哎呦 这还用问呢 趁现在啊 都没有人在 没有人阻挡我的时候 老娘我啊 再去堵梁吧 嘿嘿嘿嘿嘿 还要堵啊 咱的爱 你还要堵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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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动手吧 你们看 这里也有 喂 这里也 这里也有 我们到这里来踩 好 我到那边踩 hahaha 四道啊 嗯 不问你哦 你问啊 你跟你的梦中情人 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你们两个要问这个 是啊 那天你回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刚好去办事了 这件事啊 竟然就被遗漏掉了 就是啊 你跟你那个梦中情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说啊 这种事我怎么好意思 再说第二次啊 有什么好害羞的啊 真是的 快说啦 其实也没什么了 就跟我梦里的一样啊 一样那么美丽 那么可爱 又那么的善良 我跟他见面之后 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 他就开始跑 我就开始追 他就继续跑 我就继续追 你们知不知道 那种感觉 是多么的甜蜜 反正就是啊 南花女爱的那种事情嘛 不用解释啊 你们也知道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我们想的那种事吗 甩哥 看不出来啊 你还真有办法嘛 哪有啊 对啊 这算什么啊 我爹才厉害呢 你是说天望啊 他是怎么个厉害法 对啊 快点说出来 让我们听听啊 我知道了 你称天望为爹 那么你娘跟他 一定有女人 才不是呢 娘归娘 我娘爱情胜过男人 不过我知道我爹喜欢谁 是谁啊 跟你们说你们也不知道 哎哟没关系啦 说不定以后就会碰到了啊 对啊对啊 快说快说了 就是小蝶跟树珍 啊 小蝶 树珍 小蝶 我不认识 不过树珍 树珍 怎么可能啊 是不是你误会了啊 是我的感觉啦 不过这两个之外 我又想到一个 是谁啊 就是我的如霜姐姐 哎哟 要是说到如霜啊 我们还觉得比较有可能 我爹喜欢哪一个 我都没差了 不过我娘说 如霜姐姐将来要嫁给一个 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人 所以我娘不让如霜姐姐 跟天望爹太过接近 啊 有权有势又有钱 天望不算吗 那到底怎样才算 有权有势又有钱啊 天望爹一清二白 怎么算是有权有势又有钱 娘说 至少也要像大明国师 才可以 你是说刘国师 嗯 我怎么听得一头雾水啊 天望不就是刘 啊 对对对 天望啊 就像刘国师一样聪明 将来啊 一定很有成就 对 对 对啦 对啦 死到处的没错 对啊 就是这样啦 话是这么说啦 但是 我娘就是这么现实 看的是现在 不相信未来 哈哈 嘿嘿嘿 我娘的 再来一遍 太队了 你 我爷爷要哭啊 各类传 Maz 取得王位是个阻碍 他非一死不可 你们算是被他拖累了 要怪就到地埔里去怪他吧 沙龙 做大事 岂能顾及这些儿女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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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苗是心里有哭笑 请你说 respir 尖面 去安居 让我收买开 我知啊 我会顶笑啦 因为我怀念念旧情 我永远爱你 我买得无理 我永远爱你 人的爱 终着黑分 看你空 面围是永远 幸远啊 幸远啊 幸远 我永远爱你 我买得无理